老鹰是凶猛的动物,攻击力极强,可大胆的男人却救下了一只手伤的老鹰,然而在老鹰康复之后,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。 詹姆斯和他的家人居住在一个农场中,农场的旁边紧挨着一条河流,环境十分优美,但是这片地区也有很多丘陵和山脉,这意味着不仅有很多鸟类居住于此,而且还有许多体型巨大的猛禽,比如喜欢在农场上方飞翔的巨型鹰。 詹姆斯的家人世代经营着这个农场,他从小在农场中长大,与动物们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感情,他喜欢生活在离大自然如此近的地方,喜欢看着农场中的所有动物健康成长。 农场中有许多绵羊,由于附近时不时飞过的老鹰,农场中的所有人都十分谨慎地看护着绵羊,生怕老鹰会伤害他们。 但即使在他父亲的时代,这一家人也没有杀死过任何一只闯入农场中的捕食者。 相反,他们十分尊重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,这不仅教会了詹姆斯爱护动物,也是他会努力教给他的孩子们的一刻。 他最小的女儿克莱尔在五岁时已经爱上了所有的动物,他经常和父亲一起照顾受伤的动物,比如一只腿受伤的小狐狸,一只被捕食者攻击的小鹿,还有无数只小鸟以及镊齿动物。 对于詹姆斯和克莱尔来说,照顾这些动物并使他们恢复健康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。 每当他们将一只恢复健康的动物放回眼外,都会是一次痛苦而又甜蜜的经历,因为他们可以让这些动物开始新的生活。 但伴随着离别,克莱尔都会流下难过的泪水。 可过不了几天,克莱尔就会带回几只新的小动物,让詹姆斯来照顾。 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,随着孩子们的长大,他们开始在农场帮助更多的动物。 在放学后,克莱尔会帮助母亲喂养小羊,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 詹姆斯的两个儿子对植物很感兴趣,他们喜欢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,同时也很喜欢驾驶拖拉机在农场中到处行逛。 他们有着很多不可思议的经历,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影响他们多年,而这一切都是从一家人徒步旅行开始的。 詹姆斯一家都喜欢去河边游玩,在一个晴冷的日子里,他们来到了农场附近的小河边,准备在那里野餐。 然而,就在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,詹姆斯突然接到了克莱尔的电话。 在电话中,克莱尔听起来很痛苦,一时间,开心的氛围消失不见,家人立即向克莱尔跑去。 他们找到了克莱尔,在确定他没有受伤之后,开始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克莱尔指着河里的东西,众人奇奇看去,发现那是一只很大的鸟,它似乎被岩石卡住了,但是众人看不清那到底是一只什么品种的鸟。 因为他只是静静地躺在水中,由于水的冲击,他不得不张开翅膀。 不过,这只大鸟似乎试图扇动翅膀,但很显然,它十分虚弱,并没有足够的力气对抗湍急的河水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詹姆斯一家决定帮助他,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看清它是什么鸟类。 就在这时,詹姆斯想到了一个好主意,这只鸟看起来很强大,通常这也意味着它会有巨大的力量。 因此,它不能贸然将它抱起,然后从水中救出来,因为它很有可能在惊恐中,或者它认为需要自慰的时候攻击救它的人类,这将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 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,詹姆斯告诉孩子们赶快将野餐食的小毯子拿过来,孩子们立即跑了过去,詹姆斯也利用这个时间脱下了他的登山靴和夹克。 此时的他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像与动物一起工作时那样从容。 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,虽然他在孩子的面前表现出极大的镇定,但他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,他的心脏在疯狂地跳动着。 这只大鸟被困在河的中央,詹姆斯的儿子主动提出要过去救他,但身为父亲的他,绝对不可能会让自己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。 他摸了摸儿子的头,并告诉他,你乖乖在这里等着,爸爸去救鸟。 詹姆斯曾经被老鹰攻击过,他也因此缝了很多针。 而这一次,他也变得非常谨慎,他将毯子系在了头上,然后走进了水中。 尽管当时是春天,但河水仍然很冷,根本无法游泳。 詹姆斯意识到这只鸟可能会受到惊吓。 这在冰冷的水中会更加危险。 他不得不加快速度,他不想看到这只鸟,他不想看到这只鸟在孩子们的面前死去。 很快,詹姆斯来到了大鸟的身边,把毯子盖在了他的翅膀上。 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害怕而伤害到詹姆斯。 大鸟抬起头来,詹姆斯看清了他是一只很漂亮的老鹰。 詹姆斯希望这只老鹰能够接受自己的帮助。 他给老鹰起名叫泰莉,并对着他轻声说话。 泰莉一直看着眼前的人类,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具有攻击性的行为,甚至都没有挣扎。 詹姆斯不确定泰莉是否知道人类正在帮助他。 或许他只是太累了,从而无法反抗。 事实上,泰莉的安静也让事情变得容易了许多。 詹姆斯仔细检查了泰莉的身体,发现他的爪子被一块卡在岩石中的浮沫困住了。 于是詹姆斯轻轻地将他的爪子取了下来。 泰莉终于自由了,但他还是躺在那里,紧盯着詹姆斯。 詹姆斯将他从水中抱了起来,然后返回了岸边。 孩子们发现泰莉的翅膀好像受伤了。 他们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詹姆斯。 为了确保泰莉的安全,詹姆斯决定带他去看兽医。 在了解完情况之后,兽医立即给泰莉做了身体检查。 兽医告诉众人,泰莉的腿部和翅膀受伤了,他的情况不是很可观。 詹姆斯一家决定将泰莉带回家照顾。 兽医向他们诉说了一些主义事项。 他们回到了家。 孩子们给泰莉准备了一个舒适温暖的小茅台,并给他提供了许多好吃的食物,希望他能够早日恢复活力。 在詹姆斯一家精心地照顾下,泰莉很快康复。 他们也将泰莉送回了大自然。 虽然他们救助过很多的动物,但是始终没有忘记泰莉。 然而,在送走泰莉之后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 他们发现家门口经常会出现闪闪发光的小东西,比如小硬帝,甚至还会有瓶盖。 他们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出于好奇,詹姆斯决定安装一个摄像头。 第二天早上,他们一家就聚在摄像头的面前。 可让所有人震惊的是,一只巨大的老鹰飞到了门口,并扔下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罐子。 而这只老鹰正是他们救下的泰莉。 原来,泰莉是为了感谢詹姆斯一家,才会送来小礼物。 从那时起,詹姆斯一家经常可以看到泰莉飞到农场附近。 虽然她保持着距离,但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善良的一家。 詹姆斯一家也永远不会忘记泰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